我是殷彤的创立者 我叫卓湘怡 你好 秦桧 纳吉先生 您跟我想象当中的纳吉 还真不太一样 那您想象中的我 是啥这样子的 因为您的作品中有一种 对病态的自恋 所以我潜意识里 会以为你是那种 特别虚弱的男人 恕我直言啊 但是没想到今天看到您 哪个未必 我最爱的作家 潜操隆基的作品 也有一种病态的美学 但是他本人这种健身 身体非常简媚 我是以他为榜样的 对对对 那倒也是 我尊重的 小伶爷 你在这儿等我 嗯 那先生 您是否有过一段不幸的婚姻经历 咋个说 因为您的作品当中 大多数都是描写婚姻关系的 他们 是非常压抑的 甚至是 灰暗的 所以我就想了解一下 您底下的这些人物 是否都是您个人的生活写照呢 这跟我 国人无关 我呢 只是写出了 中年夫妻 心照不宣的秘密 这个是我的朋友 我正在扮演做这纳机 已经能处了 赶紧离开这儿 你怕什么呀 那我不得好好夸夸您啊 您好 您是采访纳吉的老师是吗 是 我和您说 我们纳吉啊 他虽然作为男人差劲了一点 但是作为作家 那可是非常有才华的 我呀 我呀 就是被他的才华所迷住了 对喽 对喽 有啥子回家再说 别呀 我还没说完 你 好 好吗 好吗 快去等你 拜拜 不好意思啊 我这个婚有点深臭臭嘞 那先生 那我们今天的采访就先到这里吧 那黄山 我还没有说完呢嘛 你们住在哪儿呢 改天我去找你们谁 好 那我们再联系 认识你很高兴 再见 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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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血管可真能抖乱